前天一条微博刷屏,广州一家幼儿园的老师,为了促进本园家长和孩子的亲子关系,特别利用六一儿童节筹划了一场活动,奔利元峰大街眼镜的是,活动当天,陪孩子前来的并非父母,而是孩子们的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,这让老师们头痛不已,目测老人们的情况,要想完成设计好的亲子环节,估计根本不可能。 看来这次活动的最初目的是无法实现了,看到这条新闻,我们不仅想问,家长在本代陪伴孩子的时候去了哪里呢?并做了一个网络调查,而周星星,现在竞争压力大,为了陪孩子丢掉一份工作的事,不是没有的? 谁敢说请假就请假,还请儿童节的假,想下岗,也要找个靠谱的好理由吧。 而飞红小妹,我也想陪孩子,可谁给我钱啊?没有钱?那什么去给孩子参加活动的啊? 现在那个儿童活动是免费的,而多了儿吗?必须承认,现在的孩子是不幸的,因为少了父母的陪伴,可我们小的时候,也没有大人陪我们啊。 所以知足吧,起码吃串不愁,看着大人们纷纷流言,让笔者唏嘘不已。 难道家长,已经忙到连五分钟的陪伴都没有吗?还要搬出父母一杯蓝醉饼,如今的美好? 其实,纵管我们所熟知的伟人或名人,他们哪一个不许拥有爱自己,并带给自己安全的父母呢? 诚然,那时的妈妈是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,好好陪伴孩子们的,哪怕是做家务,也统统是在孩子的面前,离他们不远。 其实,这也是陪伴,一种可以带给孩子安全感的心灵上的陪伴。 的确,我们知道如今的妈妈不容易,家里家外把边天,可孩子少了妈妈的陪伴和家庭的和谐,会形成不健全的心理人格,这你知道吗? 这次幼儿园的活动,并不能说明家长们不爱孩子,但起码让我们看到了孩子未来的发展危机, 他们在老人的陪伴中,会不会失去国立和规矩? 他们会不会在缺失的父母的陪伴中,而失去责任感和对生命的热爱和感悟? 我们总谈到留守儿童这个话题,农村的留守儿童,纵然让人心酸。 可是,你和父母同住一个屋檐下,却也得不到陪伴。 这种眼睁睁看着却无法拥有的感觉,只会让孩子对父母亲情的渴望更强烈。 何尝不是一种另类的留守儿童呢? 比这农村那些留守儿童,这些孩子住了安全些,似乎并无区别一样。 事实上,孩子的成长很快,当他们十几岁的时候,你再想和他们交流和陪伴,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事了。 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世界和生活,再也不会纠缠你,不会无理取闹,不会求你陪我过个六一儿童结巴。 于是一段新秘的时光将成为不亡,一旦错过,就再也不会回来。 所以,认真想想,陪孩子就真的会耽误你的很多时间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